都是这种刚从虾堂里捞出来的 鲜活的啊 多少钱一斤 15 15块钱 你们知道小龙虾在产地收购 价钱有多便宜吗 现在是凌晨4点 我们来到了湖北坚立 中国最大的小龙虾掩制基地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小龙虾从产地 究竟一斤能卖多少钱 看一下现在是天蒙蒙亮啊 师傅带着个摊脚灯 在这个虾堂里边起虾 这个龙应该是前几天 昨天或是什么时候下的地龙 这个是虾的笼子是吧 我们不敢删除 我们就在这旁边看一下 等他们待会全部上来之后 看一下这个虾 问他们一下这一斤 见他卖多少钱 这个天很快啊 说亮瞬间就亮了 这边也有两个师傅在这边 起虾龙啊 哇 起了这么多了 有虾子那边是螺丝那种啊 看一下 看这个是刚刚起过的笼子 他要重新拴到这个小竹杆上 你们早上几点就开始补这个虾子了 12点半 凌晨12点半啊 是的 哦 凌晨12点半就一直补到天亮啊 是的 哎呦这个太辛苦了 辛苦 辛苦辛苦辛苦 那没发 哈哈 我不行 不容易 这是你们自己家养的还是你给就是工人给他们帮工的 工人 工人啊 你们这一天多少钱 你们这一天多少钱 两百块钱 我们跟师傅到前面看一下这个起的虾子啊 你们那个虾子现在卖到这个收购商现在已经卖多少钱大概 那看虾的大小 虾的大小啊 对 就一般的虾子呢 一般的虾子可以卖到二十块吧 二十块啊 哦 已经卖二十块 那这个是算便宜还是算贵呢 这有 有卖便宜 算便宜啊 最便宜的时候 你像这个到结尾的时候这个虾子能卖多少钱 最便宜的时候 我给我买八九块 八九块钱啊 哦 这里还有螺丝 起完之后还要分剪一下 简单的啊 简单的分剪一下 哇 这个龙虾你看 都是活的哦 这个待会就直接到市场去卖了是吧 师傅 哦 这个自制的一个小水壶 直接装到袋子里边 我们跟着师傅当时去看一下他们到市场上卖这一斤 究竟能卖多少钱 我们刚问了一下师傅想说他们最便宜的时候一斤能卖到 八九块钱啊 可能是 现在可能 有二十块 我们到市场当时去看一下 你们今天的一天能补多少多少钱这个龙虾 大概有四百多斤啊 四百多斤啊 这边还有鱼 多多个油 哇 这个不算是鱼米之相啊 生菜是真的好 这个打偶包直接就到市场去卖了是吧 对对对对这每天都要就是都能卖的掉吗 每天都卖的掉 都卖的掉啊 对 这个价钱也是波动的吧 现在大概多少钱一起 今天的话能够卖的二十来块吧 二十来块 我们待会儿跟着师傅到市场去看一下 我们待会儿跟着师傅到市场去看一下 好我们到这个地方啊 看都是这种刚从虾堂里捞出来的 香火的啊 这个行情很差的 多少钱一斤 十五 十五块钱哦 五六千斤的话这些车能装多少钱呢 虾呀 十万块钱 嗯 差不多 十万块钱 哦 这些车就十万 他这个也是看虾的品质是吧 对对 看虾的品质大小啊 哦 那他这个十五块钱一斤算是好的还是一般的呢 这个 这个这个行情 这算一般吧 一般的啊 你十五一斤这个行情算好还是算差呢 差 还算差啊 这老还不差啊 还差 那我听听你讲说他们最便宜的还不还有几块钱一斤的吗 觉得是小的呀 就是特别小的 那是小苗子 小苗子 小苗子你们最便宜的有卖过多少钱一斤 小苗最便宜的四块五块 四五块一斤啊 四块或者五块 四块五块 嗯 大概了解了一下他行情是十五块 最便宜的虾苗那种小一点的能卖到四五块 这个就是 是市场的一个就是养殖基地的一个价钱啊 行不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啊 我也是 这个就是养殖基地的